秒开油管配战,就用歇步时间,WWW's World。 附加赛季战正酣,NBA的季后赛,也即将来临,十几只球队浴血拼杀,很遗憾,本赛季,银黑军团,还是没能闯进季后赛,这个赛季,也只不于此。 忧伤和恍惚中,我想起了一个马茨球迷的老朋友,麦克·布登霍尔泽,此时的他,正在带领尼尔基雄鹿,备战季后赛,回望他的故事,或许能够为我们带来一点其他。 麦克·布登霍尔泽·麦克·布登霍尔泽,1969年8月6日,出生于美国亚利桑那州,霍尔布鲁克,美国纸业篮球教练,现任NBA尼尔沃基雄鹿队主教练。 1996年,担任马茨助教,2013年正式离开,中间经历了17个年头,可谓陪老爷子,荣马霸生。 其实,到在高中毕业后,麦克·布登霍尔泽,就在哥哥吉姆,和乔的力炫下,投报了加利福尼亚州的波诺纳学院,全美最难申请的,世界级学霸基散地。 2013年,排名,一度超过哈佛,未列全美第二,只因为那里边,有一个非常厉害的篮球教练,格雷格·波波维奇。 但巧合的是,在布登霍尔泽入学那年,波波维奇,接受拉里布朗的邀请,辞职前往圣安东尼奥马斯队,担任助教。 不久后,麦克拥有了经济学、政治学、哲学三个学士学位,成功毕业,并前往金州,去投奔波波维奇。 此时,波波维奇,担任勇士副总裁监。